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拍《长空之王》 甘肃粉丝解释误会很心累 超话内卷太好了 自从前几个月为大制作电影《无名杀青》之后 王一博一直都在为下一部戏做准备 与此同时他还要拍摄这么多代演品牌的宣传物料 以及准备年底的相关晚会 确实非常忙 现在离之前传言的新剧开机时间越来越近 新作品也有了进一步的消息 根据知情人透露 王一博即将拍摄的电影是《寒寒的长空之王》 这部电视剧的拍摄目标是美国经典电影《凌云壮志》 据悉 该电影的拍摄的是在甘肃 这让很多粉丝开始担心王一博在甘肃会不会受苦 因为他们印象中甘肃天气比较干燥 水不够还有高原红 甚至还有网友表示出门要坐骆驼 这可把甘肃的王一博粉丝们急坏了 纷纷在网络上解释环境对王一博很友好 大家这么心累确实非常搞笑了 另外 得知王一博要拍摄空军题材的电影 粉丝们在《长空之王》的超话里面也开始内卷 纷纷发布和飞机有关的信息 有人表示我公公以前是海军航空兵 因为头上有道巴 没选上飞行员 做了地勤 拉过战斗机 18岁参军至空司大院 参加过98年抗红河50周年大阅兵的后勤保障工作 2017年新西兰开飞机等等 看得出来王一博的粉丝们都很豪气 看来大家为了王一博这部新电影预热 确实很热情 相信到时候拍摄的效果也会非常不错吧 读者朋友们 你们觉得王一博饰演空中飞行员的效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你们到时候会去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吗 王一博甘肃拍《长空之王》 甘肃粉丝盲解释环境对王一博很友好 超话内卷太好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